就来看到17000多个航班都取消了 除了华航飞往英国100多个旅客 一度受困在德国的法兰克福 台湾方面估计还有2000个旅客 是滞留在欧洲各地的机场 各大旅行业者现在赶紧取消出团 目前长龙跟华航是已经取消了部分的航班 旅客是可以无条件的退费取消行程 飞机停飞的看板大大的公布在桃园机场 因为冰岛火山横扫欧洲上空 欧洲国家已经关闭空路 台湾的旅行团还有2000多个人被困在欧洲回不来 这班原本要飞到英国的班机被迫在德国降落 机上200多位旅客 只有一半的人有通用签证可以入境 剩下的乘客全部困在机场出不去 华航只好把这群旅客全部用巴士载到罗马 再转机到英国伦敦 这多出来的住宿和巴士费用高达500万 目前台湾至少还有37个团2000多人还滞留在欧洲 其中有7个团是已经结束行程 但是回不来台湾 因为旅客滞留短短两天 当地旅馆的费用就升高了1000欧元 旅行者至少花了100万来安顿旅客时速 住宿的费用是我们自己帮旅客 目前来讲啦 就是我们还能承担的状况下是我们帮旅客来负担的啦 之前泰国红山军事件 一间旅行社每一天损失就高达1000万 现在又遇上冰岛火山爆发 一间旅行社光是团费就退回至少500万 华航已经有12班的班机 因为冰岛火山事件停飞 长荣则取消了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的航班 目前已经有超过1000位旅客无法顺利出团 民航局已经和航空业者协调 让旅客无条件退票 专闻新闻邓杰 静云林小凡台北报道